哈囉,大家好,歡迎大家今天收看我的IH講座 首先呢,我想要先感謝一下藍金隔音們的林經理 他對我們勉勵一句話,叫做人生定位及努力一樣重要 然後接下來就是我今天講座的內容啦 首先我會先介紹一下我自己,還有我的學校跟科系 然後會跟大家分享我印象最深刻的課程 然後課外活動經驗,還有這四年來的心得與收穫 首先呢,就先讓我介紹一下我自己吧 我是台南體中畢業的,然後現在就讀台大材料系 我覺得我自己是一個喜歡參加活動的人 因為在活動中我可以嘗試很多新的事物 然後交到很多新的好朋友 所以在高中的時候我就參加了一個社團,叫做科研社 那是因為我喜歡科學,想要變成科學家嗎? 唉唷,其實也沒有啦,我只是覺得就是 那時候他們在迎新的社團嘉年華演的戲很好笑而已 然後進科研社之後,社課當然要做一些實驗啦 就是別人在練舞練吉他,我們可以在做實驗 那我覺得科研社有一個很特別的地方就是 他會帶我們到大學去做參訪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參訪了很多學校的很多科系 那我覺得這件事情對我後來選組選科系也有很大的影響 所以後來在申請大學的時候 六個志願中我只選了三個志願 然後分別是台大材料,清大材料,還有成大的材料系 我為什麼那時候會那麼喜歡材料系呢? 我那時候就想啊,我想要學物理化學的應用 因為覺得自己那時候物理化學好像學得還不錯吧 但是又不想走太理論的東西 然後一方面也想研發出很酷的材料 那時候就是對材料系的想像就是 把某一個東西加某一個東西 然後隨便合一合就會變成就是有一個很酷的性質的材料 不過後來在念的時候呢 我也發現材料系跟我想像的有落差 這個部分在後面的經驗的部分會詳細的講 所以後來我就決定讓自己多念一年的大學 除了就是在另外一個跑道 就在另一個領域上多學習一點東西以外 我也申請了大武俠去德國的交換 所以呢,來今天的講座 我就會介紹一個拍行人的故事 大家看到拍有兩隻腳嗎? 就很像我自己從一個領域踏入到另一個領域 在今天我就會分享我在材料系 還有電子學院跨領域學習的經驗 不過首先呢 當然讓我來介紹一下我的學校啦 台灣大學 相信大家都聽過台大 但是可能不會那麼熟悉學校的環境 嗯...台大的學校長這樣 這是我們台大著名的景點 就是夜靈大道 很多的觀光客會在這裡拍照 然後台大呢在 松山新電線的公館捷運站這一站 就走出來不久就會到囉 就在這邊 然後因為他在公館 所以我們就今年的畢業哥的主題 歌迷就叫做公館遊樂園 那我們時常也會教他就是台大公園 因為有太多的父母會帶著小孩來這裡 野餐啊或幹嘛 是一個非常適合合家觀點的地方 然後如果你是外縣市的朋友 可能會想說 我來念這間學校會有宿舍住嗎 其實不用擔心 如果你是不是台北 新北基隆跟桃園的人 是蠻容易抽到學校的宿舍的 然後我們學校宿舍的制度是 你大二抽到之後就可以一路住到大四 所以如果你是外縣市的人就不用太擔心囉 然後我覺得台大是一個有很多資源的地方 就是不怕不夠用只怕不用 例如說如果你想要學外語的話 不管是修課或是自學都有非常多的資源喔 那如果你是大一的新生建議你 如果你想要學外語的話 就趕快在大一的時候趕快去選一選 因為有很多課都是限定大一的人可以先選到的 所以當你到大二大三的時候反而會比較難選 那就是關於課程的部分 如果你想要學外語 我們的範圍非常廣 例如說很多人學的日語 我們班還有我自己都有去學日語 然後到很少人學的語言 很冷門的語言 例如說藏魚 我們學校都有開 然後當然也有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等 非常多種語言可以讓你選 如果你想要自學的話 我們也有一個地方叫做外語資源中心 裡面有個自學空間 你可以去那邊看很多的書 然後也有很多的影音的資源可以運用 如果你想要當交換學生 台大也有跟很多國家的很多個學校合作 那你可能需要準備這些東西 語言證明、自傳、讀書計畫 還有前一年的成績 如果你想要申請交換學生的話 前一年的成績還蠻重要的喔 所以可能要就顧一下你的成績這樣 然後大家比較陌生的可能會是語言證明 基本上只要你不是去中國交換 就會需要語言證明 然後如果是像法國或是德國等等的國家 可能就會要求你 就是要考過德建或是法建 不過其實很多國家都可以用英文檢定申請得到啦 像是我剛才講的 就算是德國跟法國 有一些學校就是說 你可以用托福或是雅思的成績去申請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申請交換學生的話 也是可以先準備一下你的英文檢定喔 台大有個很特別的東西叫做雙點學會 就是你在國外 就國外可能唸個一年或一年半的書嘛 然後就可以得到那邊的學校跟這邊 台大的學校的兩邊的學位 像我室友就去早稻田 日本的早稻田大學唸了一年半的書 然後他就拿到那邊的經濟學位吧 有點對經濟學位 然後如果你對這些交換學生啊 或是雙點學位等等 國際交流有興趣的話 你都可以去看那個 國際事務處的網站 然後看更多的資訊喔 台大有一個很特別的東西叫做三下五聯盟 就是說台大自己的課 你也可以去修台師大、台科大 甚至還有國北教大的課喔 但是我自己就去修了國北教的圖版遊戲教學 這堂課很有趣 我覺得它就是一堂桌遊課 就是每個禮拜去那邊兩個小時 就打了兩個小時的桌遊 是不是很爽 然後每個 就是每個學校的課都有他們自己的特色 所以如果你想要修的話 就可以去問那邊的人 然後如果你想要修的話 其實在台大課程網上的系統 就可以直接選修囉 在台大你會遇到非常多的強者的同儕 所以你在台大就是要習慣這件事情 不過當然有很多怪咖啦 那強制的也有分很多種嘛 就是像有學霸 嗯 大家進來都會覺得自己 好像是學霸 但其實還有更霸的人 像是我朋友就有一些就是 嗯 四個學期 連續四個學期 成績單上沒有出現A加1Y的成績的人 然後也有那種就是 一開始玩得很瘋 然後成績是倒數一二三名 但是下一個學期就發憤 變成班上第一名的同學 也是有的 然後也有像這種跑很多活動的人 就會不知道他怎麼時間那麼多 然後這個活動也參加過 那個活動也參加過的人 那也有一些身懷絕技的人 就是還沒畢業就學會很多的技能 然後開始找實習啊 接KS啊 然後還沒畢業就有工作的人 然後有這麼多的強者 想要跟大家就是分享一件事情 就是希望大家不要在比較中迷失了自己 因為我自己也曾經就很想要就是 就像這樣都比人強啊 就是成績要比過誰 然後參加活動要比誰多 那這樣只會讓自己很累而已 而且就是我剛才講的那些強者 的類型也很少會是同一個人 每個人都是在他所熱衷的領域上努力 然後付出很多時間 才慢慢變成大家口中所謂的強者 所以希望大家在這裡可以找到自己熱衷的領域 然後在這裡慢慢的努力慢慢變得強 變成強者 然後我也鼓勵大家可以多多認識強者啊 因為就是 就是如果你認識越多的強者 你就可以去向他們學習 例如說你覺得他就是 欸好像考試考的還不錯 你就可以去問他 欸你怎麼唸書的啊 或是你覺得那個人參加很多活動 你也可以去問他說 那種分配你的時間的 怎麼沒辦法去跑這麼多的活動 我覺得台大也是一個選擇超級多的地方 從社團到選客都讓你有選擇障礙 但是社團就有很多性質的社團 服務性、學衣性、學生自治 像是學生會 有一百多個社團可以讓你選 然後有很多的活動可以參加 除了剛才提到的社團活動 你的系上也會辦很多的活動 甚至還有全校性的活動 大家可以多多的參加活動 參加社團會很有趣的 好當然台大的課程自然也是非常的豐富啦 不過如果你是剛進來的學生 可能會看到哇這麼多的課 不知道從何選起 沒關係我還向大家推薦一個地方 叫做PTT 在PTT的NTU course版上呢 有很多的課程的評價可以去找 那裡面的評價都寫得很詳細 所以如果大家想要修到好課 或是修到好去、有趣的課 大家可以多多上網 爬溫查資料喔 像是我朋友就修一堂 蠻有趣的課叫做茶作學 他就是會教你喝茶 然後其中期末的時候就會考你 這一杯茶喝下去 它是綠茶還是烏龍茶 有很多很有趣的課 當然也有很多可以學到很多東西的課 就等著大家來修啦 接下來我要介紹我的系所 我是台大材料系的學生 那材料系到底在做些什麼呢 學術一點來講 我覺得 材料系就是在觀察調整材料的微結構 以得到我們所希望的性質 這樣聽起來就是有一點抽象 沒關係 讓我來舉一個例 所以老祖宗說過一句話 叫做恨鐵不成鋼 那究竟鐵跟鋼有什麼差別呢 其實鋼這個東西啊 除了裡面有很多的鐵的元素以外 還分散了一些細小的碳 碳的元素在裡面 所以鋼的硬度跟強度都會比鐵還要高 所以老祖宗才會說恨鐵不成鋼 那就我們在選用材料的時候 在不同的地方就要選用不同的材料 例如說當我們想要製造汽車的外殼的時候 大家可能會想說外殼是要做得很堅固嗎 其實也不是喔 因為我們需要一個比較有韌性的材料 這樣汽車在受到衝擊的時候 才可以藉由變形來吸收那一個衝擊 所以在選擇做汽車的材料的時候 反而要選擇比較軟比較有韌性的鋼鐵 那如果我們要做炮彈或是像菜刀之類的材料 你不會希望你刀切一切它就凹了嗎 所以我們要選擇含碳量比較高比較硬的鋼鐵 我覺得這就是材料系在做的事情 然後也有很多人會問我說 材料系跟化工系差在哪裡 好像都是念物理化學的工程學院啊 我覺得啊材料跟化工的差別是 材料比較注重是材料的本質跟研發 然後化工比較注重化工的製程跟量產 例如說潮系人可能會在實驗室不斷的嘗試 然後合成出有一個特定的性質的材料 那化工系的人呢可能就會想辦法 把這個材料的製程簡化 然後用比較低的成本把它做量產 材料潮系有四大領域 分別是金屬、陶瓷、電子跟高分子 那金屬可能就會研究剛才講的鐵跟鋼熱材料 然後陶瓷的話大家不要覺得就是 是在研究青花瓷嗎 其實不是喔 我們會把就是 除了金屬材料以外的無基材料都歸類於陶瓷材料 所以像是水泥我們也把它放在陶瓷材料裡面 電子的話可能就會研究一些像半導體的材料 高分子的話其實生活中有很多高分子的東西 像是很多的塑膠製品都是高分子的 所以如果是高分子領域的同學就會研究這些東西 那潮系從大一到大四到底會修了哪些課做了什麼實驗呢 這是我們材料系的必修課 必修就是你必須要修完才可以畢業的課 然後大一剛進去的時候就會想說 我現在是在高中還是在大學 因為大一的必修課就是一些 普物、普化、微積分、大一國文、大一英文 就很像高中時候的國英數物化這樣 然後比較跟材料有關的就是材料科學的導論 就很像是材料系的入門的介紹 大二的話就會修一些比較理論的課程 材料熱力學、材料力學還有工程數學等等 就這些課會比較硬、比較的乏味 但是都是你要繼續研究時候所需要具備的專業知識 一直到大三大四你才會修比較多跟材料系的應用有關的課 然後也可以去選修一些你有興趣的課程 才有一個很特別的四選三必修 就是剛才提到四大領域的課程裡面 你必須至少要選三個來修你才可以畢業 但如果你想要四個全修也是可以的 然後除了修課以外 材料系的同學在大三的時候也會做一些很特別的事 這件事叫專題研究 就是在大三大四的時候 我們很多人會去找老師 然後就跟著老師還有學長界一起進實驗室 進實驗室做什麼呢? 我覺得是做一個很像小小的研究生的感覺 就是你要把你所學理論帶到實驗室 譬如說老師想要叫你合出有某一個性質的材料 那你可能就要去思索 嗯...要怎麼做才可以合成出這個材料 然後就把你的 你之前學到的東西就拿出來用 然後也實際的去做實驗 然後做出一些材料 嗯...所以這件事情其實對你的 就是對材料研究或是你甚至之後想要變成 就是想要繼續念研究所都是蠻重要的事情 然後就是...就是在選專題研究的時候 你的領域一樣有這四個可以選 我們的老師就會有金屬、陶瓷、電子跟高分子組的老師可以讓你選擇 所以你在念材料系的時候就可以去思索一下 嗯...你可能對什麼領域有興趣 然後你可能對某個老師做的研究有興趣 就可以先去想好 然後就去在升大賽的時候就聯絡那個老師進那個老師的實驗室 那材料系畢業之後可以做什麼呢? 嗯...只能去當工程師嗎? 其實材料系畢業的人 有很多都會繼續念研究所 不管是國內還是國外 因為你可以看到就是在大學的時候 材料系詞念的都還是蠻理論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要做實驗做出一個 嗯...比較具體、比較完整的研究的話 主要是大部分都會繼續到研究所去念 然後繼續做一些實驗做出你的研究計畫 然後研究所畢業之後呢 你可能有幾條路可以選 像是你可以進到像中院的地方成為研究員 或是你可以繼續走學術的路線 然後一路念上去然後變成博士 然後變成博士 變成教授回來大學教課 或是你可以進入業界 像是如果你是金屬領域的人 可能就可以去中高 那如果你是走電子組的人 可能就可以進台積電 然後到那邊工作 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印象深刻的課程 嗯...我在材料系 可以修到印象最深的課程 大概就是這堂繞設的原理 嗯...這堂課在幹什麼呢 他在做的事情就是用 X光分析材料的表面的結構 就是他會打X光 然後就看他跑出來的圖形長怎樣 就可以判斷這個材料表面有什麼結構 在做這件事的時候 其實有一件事還蠻重要的 就是我們會去看材料的對稱性 就是因為你材料表面的對稱性不同 那X光打出來的樣子就不同 這樣我就可以去判斷 嗯...這個材料表面可能是什麼樣的結構 有什麼樣的對稱性 然後可能會有什麼樣的性質 那在...老師在訓練我們看對稱性的時候 就叫我們做一些有趣的事 像是...嗯...他就叫我們看一些地板的磚塊 或是會叫我們看一些公眾地板磚 然後叫我們判斷這些是什麼對稱性的 或是他就給我們一顆網球 然後就跟我們說 嗯...同學這個網球有什麼樣的立體對稱結構 那我們就要說出來 我覺得這堂課還蠻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在材料系蠻值得一休的課 不過如果你是材料系的學生 這堂課也是材料系的必修啦 所以你們也是沒什麼好選擇的 然後我後來在琴阿系 像我後來在電機系 就修了一堂慢有趣的課 叫做演算法 那我覺得演算法呢 就是在學解決問題的方法 例如說排序這件事情 一個問題可能有很多的解決方法 那像排序這件事情 你可能可以用... 嗯...舉例來說 如果你有一手牌 你想要從左至右 然後由小至大把牌出來 你可能就會先看 欸...第二張牌跟第一張牌去做比較 然後我就會發現 1好像比7小 那我就把它換過去 然後接下來我們再看 第三張牌的那張6 我們會發現 6比7還要小 但是比1還要大 所以我就會把它換到 1跟7中間 但是用這樣的做法 大家可以發現 就是當牌的數量一多 那你在做排序的時候 就要比較很多次 然後要花很多時間 有沒有另外一種做法 是像這樣 就是每一個牌都有一個 你自己 那張牌應該在的位置 所以我們在比大小的時候 只要把那些牌 放到他們該到的位置去 這樣就可以 就算你的牌很多 你也可以迅速的把它排序好 但... 就是這樣雖然很快 但是它有一個缺點 就是它要佔用的空間會比較多 然後因為演算法這堂課 會用程式的方法 會用程式這項工具 去解決就是這些問題 所以呢 在電腦世界 我們就會佔用比較多的記憶體啦 所以在修演算法這堂課的時候 我們就要去不斷的思考 在遇到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可能要用什麼樣的解法比較好 那在遇到另外一個情況 同一個問題的時候 是不是有另外一種解決方法比較好 演算法就是在學這件事情 那舉生活上的應用來講 像是YouTube 它的推薦系統 也有自己的一套演算法 然後FB跟Instagram 它也有就是 你會看到 你會先看到哪一篇貼文 它也有它自己的一套演算法 然後這邊就是比較偏演算法的應用 不過我們在學的時候 就是學一些比較基礎的 就是像剛剛看到的排序那樣 這堂課還有一個 讓我印象深刻的地方 就是它是翻轉教室 翻轉教室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要讓你 你在回家的時候看影片 然後學習你在這堂課需要的專業知識 在課堂上的時候 老師就會派課堂的作業給我們 就是小組互相討論 然後把 就是把作業寫出來 我覺得翻轉教室這件事情 對我的 學習的效率來說 是蠻好的一件事情 因為在回家看影片的時候 我就可以自己調整我的快慢 然後就是如果看不懂就可以回去看 然後在課堂上寫作業的時候呢 我也可以藉由跟同學討論 然後更清楚這件事情 在講些什麼 所以我覺得它是一堂 我還蠻喜歡的課程 後來我也去修了一堂 就是一樣是電機系的選修課 叫做資料結構與程式設計 那它在做的事情就是 一直一直的寫程式 然後我印象很深刻的是 我那時候就是大概平均兩個禮拜 就要寫一次作業 然後每次作業的程式嘛 就是非常非常多 可能都有幾百行 它也是一行讓我就是了解到 寫程式這件事情 真的是要你不斷的去寫 你寫程式的能力才會有所進步 就雖然很崩潰 但是我寫程式的能力也是進步蠻多的 我也蠻喜歡這堂課的 接下來是一堂我印象蠻深的課程 叫做使用者經驗設計 我覺得它真的是一堂從做中學 然後去探到使用者體驗的課程 那時候老師就讓我們找社會上的問題 然後想辦法去解決 然後它就形容尋找問題這件事 是一個上山的過程 就是如果你想要解決問題越大 那你就必須要爬上越高的山上 你的上山的過程就會比較長 我們那時候想要解決的問題呢 是關於食材跟熟食的買的分量的問題 就是你買少了就會比較貴啊 但是買多繪襯要怎麼辦 就是買的分量有點難抓 所以那時候我們就做了蠻多事情 像是我們有去問的一些 就是去問使用者的想法 就是問說你買食材的時候是怎麼買 或是我們就直接到了全年或頂號 直接觀察這些人是怎麼買食材 然後我們也去問一些媽媽或是同學 就是你要怎麼煮飯 然後煮出來會是人要怎麼辦呢 所以我們就做很多事情 然後就把我們觀察到事實就貼下來 然後就整理出上面那張粉紅色的一些結論 我們也畫了使用者歷程圖 我們把主飯這件事情分析它每一個步驟 然後把它畫出來 就是藉由這些方法去分析問題 那在分析完問題之後 我們當然就要解決這個問題啦 老師就形容我們解決問題的時候 有點像是一個下山的過程 你剛才爬得越高當然下山的過程就會越長 那如果你在下山的時候 如果有遇到一些石頭擋住你的路 你可能就必須要繞過去 可能跟你原本想的解法就會有所不同 但我們最後解決的方法就是想要透過共享這件事情 解決我們剛剛遇到的問題 所以我畫了我們的產品就是一個平台 然後平台上面有一些買賣食材或是熟食的服務 那你也可以找到就是一些一起吃飯的人 一起煮飯的人去分享這些食材跟熟食 這樣就比較不會有剩的問題 例如說你買鯉肌肉買了好多 然後你也可以在這個平台上 就是把它小份小份賣出去 那你也可以就是小份小份的買入這些食材 然後透過這個共享的方法呢 你就可以用比較便宜的吃 比較便宜的價格買到比較少的食材 嗯 好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我的課外活動 我是財人人 所以就是剛進去的時候就被招入了男友會 那我覺得男友會是一個很溫馨的地方 我一個朋友就在男友會說過一句這樣的話 他說他覺得男友會都沒有朋友都是家人 我覺得我們感情之所以會那麼好 可能是因為我們就有一起練的男友之夜 男友之夜是台大三大業之一 呃傳聞台大三大業就是電機之夜 國企之夜還有男友之夜 然後有人說電機之夜是用錢堆出來的 然後國企之夜是用正媒堆出來的 男友之夜就是用乾堆出來的 因為我們常常就會練到很晚 然後就會很燃燒我的生命去練這個之夜 不過也就是因為練到這麼晚 每天都練到這麼晚才會交代一群感情很好的朋友 然後創造出很多的回憶 我也有跑戲學會 那戲學會就會負責辦一些就是彩繞系 或是彩繞系對外的活動 像是我一開始就進入了公關部 公關部就在負責彩繞系跟外界合作的活動 那很多人聽到公關部就會想說 公關部就是要一直去拉贊助嗎 就一直要打電話給贊助商 然後就請他就是贊助你的活動你知道嗎 我覺得啊 我在公關部學到最多的事情應該是 就是跟人家溝通協調的能力 你可能要想說 嗯 我要怎麼寄這一封email 或是我要怎麼跟就是 廠商溝通 他們才會比較願意 就是贊助我們跟我合作 或是你要怎麼跟外校外系的同學溝通 我們才可以一起把這個 這個活動辦好 我覺得這是我在公關部學到最多的事情 然後 我也去辦了活動部一些有趣的活動 然後在小小彩繞中 我是當一個教學的角色 那時候我們到了南投的曲賓部落 去做返鄉服務 我印象最深刻的是 就是那時候是我第一次真正的走入偏鄉 去服務這些小朋友 那在偏鄉中我們也看到了 這些小朋友其實平常 父母是很少時間陪他的 因為父母白天都會要工作很忙碌 所以我們就想說 嗯 那可能就是以一個陪伴者的身份 然後教他們一些知識 然後陪他們玩 但其實在過程中 我蠻感動的是這些小朋友 其實非常非常的願意 就是陪伴我們 到最後很像他們在陪伴我們 陪我們玩 然後就過了很愉快的四天這樣子 後來我也辦了台大的材料營 然後在材料營 我們希望的是就是 可以讓高中生來了解材料系 如果你曾經有參加過 你可能就會在這個畫面裡面 那在這整個材料營的過程中 我們就設計了一些課程 然後有安排一些實驗 就是希望高中生們 可以更了解材料系 這一個科系在幹嘛 然後如果你了解之後 發現你愛上材料系 想要來考材料系 那就就是恭喜你 就找到你的志願 然後希望可以考上 但如果你發現你其實 不喜歡材料系 那也很恭喜你有一個就是 發現自己不喜歡材料系的收穫 以後就不會就是走錯方向 後來我也 就是在大力進去的時候 因為我很喜歡排球 我就加入了系排 在大學其實有很多的系隊可以參加 如果你喜歡打球的話 就可以去問問看學長姐 我可以參加系排或是系籃等等的 然後在系排中 我學到的一件事就是 團隊的勝利才是勝利 那時候我們就一起練球 然後一起打比賽 就真的很有一個團隊的感覺 我們互相支持 然後互相努力 互相往更高的地方邁進 然後就是因為一起練球 一起打比賽 所以我們的感情也蠻好的 像是這段就是我們跟系上的學長 他們要畢業了 我就跟他們合照 然後一起打一個球 把他們送行這樣子 在升大三的時候 在升大四的時候 我參加一個南安交流的參訪團 叫做春雨 那是我在Facebook上看到的 所以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 也可以去搜尋 那在這個參訪團中呢 我們做了一些企業參訪 我們去了上海跟香港 然後就去看一些台商企業 到上海的發展 然後我們也就是去了 很多的名勝古蹟參訪 簡單來說就是去玩啦 這是我們去玩的照片 我們去了寒山寺 就是那個 姑蘇城外寒山寺的寒山寺 然後也去了一些老街 然後也有去蘇航的一些 小橋羅水人家去玩 那下面兩張是香港的辣相館 還有香港的太平山 都還蠻美的 我自己覺得玩得蠻開心的 在這個營隊的過程中 我們也被賦予很多的任務 像是我們要出一個小隊的表演 然後要寫一支小隊的影片 還要做一個小隊的報紙 就是因為有這麼多的任務 所以我們小隊之間的感情 就變得越來越好 然後我也認識到很多 有很多想法的人 我覺得我在這個村里最大的收穫 就是認識了這一群 有很多想法 然後有一些想去的地方 去做一些他們想做的事情的人 然後在 就是甚至在營隊之後 我們自己還有約出來玩 這張就是我們畫約出來的照片 接下來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就是跨領域去學習的經驗 我為什麼當初會想要從 才學習轉到電子的領域 我做了一些什麼事情 在升大三那一年的暑假 我去了工研院的實驗室 那是一個半導體的實驗室 我為什麼會去工研院的實驗室呢 是因為那時候 我們搭一個服務老師在課堂上 就常常跟我們宣傳 他在工研院有一個實驗室 然後因為他是從貝爾研究室回來的 那是一個國外蠻有名的研究室 然後他就從那邊帶了一些儀器回來 所以在看完他的時候 他就宣傳說 大家可以到實驗室去玩喔 然後那時候我就想 既然你都這麼說了 那我就寄信給他 然後我就順利的跟我朋友 一起到了工研院的實驗室 在暑假待了大概一個月的時間 在這段時間呢 我看到他的實驗室長這個樣子 有很多很厲害的儀器 那是我印象很深的是 學長每天在做的事情 就是去改變這個半導體的製程 因為你的製程不一樣 然後你做出來的半導體的性質 就會有所差別 所以學長就用很多方法 來改變這個半導體的製程啊 或是改變他的成分的比例等等 以改變這個半導體的性質 那他想要做的事就是 可以得到這個半導體 有最好的電性 有最好的導電效率 那時候我就在思索 原來材料系就是 想要改變一個材料的性質 是需要這麼多長時間 不斷的累積 你可以要看潛能的經驗 你可以要做很多次的實驗 慢慢慢慢的累積 不是像我原本所想像的 就是把某東西加上某一個東西 你就可以快速的 產生有一個很酷的性質的材料 所以那時候我就在思索 這樣的事到底適不適合我去做 我是不是喜歡這樣的事的人 然後在我想這件事的那一個暑假 我也參加了 我也去報名的 子宮系的暑期的課程 那時候我就在子宮系館 連續十天就在那邊寫 C跟C++的程式 那時候修一修就覺得 寫程式這件事情好像蠻有趣的 我好像可以試試看 所以在大三那一年 我做了一個蠻瘋狂的事 就是當大家都在找 細項老師做專題研究的時候 我自己一個人 跑去找電機系計算機組的老師做專題研究 那為什麼是去找電機系的老師呢 一方面就是因為計算機組 其實跟寫程式也是有關係的 那另外一方面也是 因為我有一個很好的朋友 他是電機系的 所以我就可以常常問他一些 一些老師的評價 我覺得問評價這件事蠻重要的 因為老師好不好 也跟 就也影響你的專題研究 會做得開不開心 或是做得 有沒有辦法做得很深入也 蠻有關係的 所以我就去找了 這個老師做專題研究 那我們的研究題目是做資料分析 那時候大數據還蠻盛行的 所以老師就向我們介紹一些 處理大數據的工具啊 然後有一些處理資料的程式語言等等 叫我們就是分組討論 然後做出找一個題目 找一個報告來做 那時候我們小組討論出來 就是要做六讀房價與交易分析的比較 這是我們做出來的其中一張圖 這張圖的意義就是 我們發現在平均收入比較高的地方 你交易的每一筆的 房地產交易的每一筆的金額也會比較高 不過在這邊想要跟大家一個 在這邊想要跟大家分享一個 關於資料分析的一個想法嗎 就是就算你發現 就算你發現你的收入比較高的地方 你的交易的金額也會比較高 但我們不能說 這兩件事情是有因果關係的 只是他們有很高的相關性而已 然後做完這個題目 我覺得 萬萬可以繼續做跟 就是跟程式有關的事情 不過我也覺得說 我這樣沒什麼專家知識 就去修專題 能夠學到的東西其實也有限 所以後來就決定去修一些電子學員的課 然後繼續跟著那邊的老師做專題的研究 然後就漸漸的把我才會去跑到 轉到電子學員上面 甚至在後來我也想要學網頁語言 所以後來就在網上自學 那我那時候也做了一件很酷的事 就是去PTP上找人做技能交換 那時候本來想要在home teach版上找一個家教 結果就發現 欸有一個人在做技能交換欸 就是他用他的網頁語言想要換英語 然後想說英語好像也還可以 就去聯絡了他 於是在這段時間呢 我們就在 就是每個禮拜進行次面 然後每次我都會做一些東西 他就給我一些建議 所以後來就寫出我一個 我自己的個人網頁 所以我大概花了一個月 一兩個月的時間 就幾乎是從屋到有把網頁前端 把網頁的語言學起來 我那時候在網路上也有看了一些 開放式的課程 課程 然後如果你是想要學網頁語言的話 也推薦大家一個地方 叫做W3C School 這地方上面有很多的網頁語言的語法 有點像是就是網頁語言字典吧 大家如果有興趣的話可以去看看 然後就可以邊看邊學 在我轉換跑道的時候 我不斷的想說 那我未來到底要做什麼呢 我現在有兩個小小的結論嗎 就是我可能會去申請研究所 因為我有一個材料系的朋友 他後來去申請資工所 然後就上了 就轉換到資工的領域 那我也有可能就是用我現在有的 網頁語言的知識 就跑去就業了 不管是哪一個 我都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這四年來的心得與收穫 我覺得啊 當你如果有疑慮我在現在的地方 不知道我喜不喜歡 或是我根本不知道 我到底喜歡什麼的時候 就可以盡量去做一些嘗試 你可以do something anything 像我那時候 如果沒有去公營院的話 我也不知道 我可能沒有那麼愛材料系 如果我沒有去修 資工系的主題課程的話 我可能就也不會想到 也許我以後 有程式這條路可以走 甚至我如果 那時候沒有去做專題研究的話 我可能就不會一股腦 就再進電子學院這一塊裡面 所以我覺得你們可以就是盡量去嘗試 那也希望大家不要被任何的條件局限 嗯 如果那時候就被材料系限制住 如果只去找材料系的專題老師 那我可能也不會發現我還有這條路可以走 所以希望大家不要被任何的你的科系啊 或是你的成績 或是任何的外在條件 侷限了你想要做的事情 祝福大家在這四年來 都可以成為你想要成為的人 可以找到自己喜歡的樣子 然後勇敢的去成為 以上是我的IOH講座 謝謝大家的收看